今天就繼續講這個工作的問題 這條片是錄製的 很多人都關心我這個問題 有一條片都幾多人看 也有六十幾個回復 四十幾 兩條片加上六十幾 六十幾個回復 然後有一些意見 每個人都有一些意見給我 看上去怎樣做 怎樣找到工作 首先我覺得有些驚嘆 在英國找工作 不是你說我記完CV 應該有些人機會 少少也好 不要多 即是個封面交解 問候一下也好 其實不是 可能去到三四十幾 我看到三四十封CV 我的CV也沒有東西寫 我可以寫什麼 我又不可以作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很多市民都涉沉大海 我都未了解到整個勞工市場發生什麼事 我們看看網友的留言支持 也有很多網友的支持 本人都是當作一個挑戰去做 但這個挑戰我感覺到 是給我自業的挑戰 就是在英國自業的挑戰 就是略為重要大的 很極端的 在我收集情報的過程 發覺兩邊的人意見 有一邊的人就說跟我一樣 玩不到 真的玩不到 幾個月都玩不到 有些人就說不是的 我落地馬上找到 有一次我吃飯 在快餐店那裡 我想三台的夫婦 我想也有工作 聽見他們說的工作上的事情 我也覺得 喂 人家有工作 為何我 為何好像很難 我都在了解整個過程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究竟他們要聘請什麼 很多網友都說 你不要要求這麼高 請問 洗廁所工不高 清潔工不高 做倉工不高 餐廳楼面 這些工不高 我不知道 如果我不是做這些 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什麼工可以做 這些都是沒有消息 沒有聲音 究竟是什麼事 原來這些工 一個可能性 原來這些工都要兩三年的經驗 OK 兩三年的經驗 那你怎麼找兩三年的經驗呢 無端端 憑空 怎麼找兩三年的經驗呢 這個才是現在最難的位置 現在享有的自由 有時候 必須要付出代價 換來換取 不要說不換取 不要說不付出 我都拋身出來 什麼工都記 很奇怪的是 究竟那個網 應該沒有理由 這麼大一個indeed 沒有理由去那個網費 不是那個網費 就是我費 那已經是最基本的 就是拿著最低工資去做的工 想不到還是要有一個很強的經驗底 這個是令我猜疑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是很多人爭的 我的朋友 賣了一層樓 去了英國 有些錢 先不怕 可以慢慢運 有些人都是 沒有辦法 要繼續去運 有些人說 不行就回香港 英國很難 我也找了很長的時間 當然不會為一個 找工的難題 而這樣 而回香港 沒有什麼意義 你來到 都是想安居樂業 你說工作 那我當然有 現在起碼也有份youtube工 但是我想親親英國人 打成一片 想不到進去那個位置 不是基本上 很簡單 就這樣寄 然後就有弓箭 邏輯是這樣 香港是這樣 這裡就好像不是 這裡有一個留言 我兒子是英 起初也是一樣的 E-mail CV 即使有回音 都沒有聘請 因他認識地人 原來要逐間進去問 請不請人 是做餐廳的 很快就找到了 我接下來 未來的一個新方向 他說 是要這樣做 你要獲現 古代一點點 外國人餐廳是最低工資 但工作很輕鬆 又學到工作 又接觸到當地人 很奇怪 現在你找工作 可能真的要獲煙 進去問 逐間拍門問 有別於我們 香港那些 香港也可以拍門問 香港也可以 但是 也有一個局限性 就是 你找到一些 你表面見到的工 你表面見不到的工 你就基本上無法做 他說 基層勞動的工作 直接獲現 問就可以了 記CV是文職的做法 原來來到英國 如果你說 多少網友都說 要獲現 即是 即是 眼睹都突出 即是 不是文明社會 你記過CV 是不是應該有些東西 回到回來呢 不是 證明 可能 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 indeed 因為那個按鈕太容易按 那個CV 那個按鈕 就是這樣寄出去 變相 很多有實力的人 真的 填滿了自己的CV 丟出去 這樣 不到你做 然後這個做法 這個網友就說 要主動出擊 不要坐在那裡等 買一架車 送外賣都做著 你肯做就行了 那邊做邊找 有些工 是walk in 面試 去開supermarket bakery 買東西 留意一下門口有沒有請人告示 不要即出即入 應該就沒有了 他們不會貼 什麼請不請人 不過可以問一下 基本上 至於單車方面 本人我真的不太會踩 就是 我不是 他們萬成的人 踩單車 是踩得很狼死的 在行人路上踩的 我們這些香港人 未必習慣的 就是 那麼牙煙呢 在那邊拆 所以你看到 樓坦白說 在街上 很少人做聳貨 華人很少 全部都是些 就是可能 Fair Hart 那些人做 他們手車勁 認真的 我們不夠 他們 不是說鬥的 各國做而已 但是 很明顯 好像 自己的 領域 他們是 霸佔了 然後就 起一間餐廳在門口 等 搶單 然後就送 我想 如果你說 駕駛單車 去送貨 都可以的 但是 你要有一定的 本身都要有一定的 會駕單車的技術 這位網友說 給你一些意見 在外國溝通很重要 無論 同事對外 對外客人 所以英文很重要 趁未找到工作 去一些英文 班和 做義工 練習英文 慢慢來 祝你好運 我最新想的一個方向 就是 因為他現在是 你沒有工作 起手 他不聘請你 可能要做著一份義工去運工 簡單來說 因為義工 沒理由 這麼多義工都不聘請 是吧 我不用錢 是吧 其中一個技巧 如果沒有辦法之後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辦法 Walk in 也不聘請 Walk in 也不聘請 Walk in 也不聘請 你知道 這裏公市場 真的是這樣 很多新移民跟你搶 可能就是 要做免費工 這裏就是 CV有時候 找人幫忙看看 因為香港寫法 和外國是不同的 另外要擴大Lerror 幾十份resume 並不多 即使加拿大 大法工 也有些人 發了很多份 還有外國流行 cold call cold call 所以要主動一點 香港那種肯定不行 文化不同 請人都不同 OK 因為CV 我很難去寫些什麼 你可以怎樣 那些經驗 即是我無謂衝大 香港那些經驗 有些不適用 在這裏 你也說過文化也不同 我貿然寫一些 我寫了一大堆 最後你也說 在香港 你很難 這個位置就是難 那 發CV 其實已經發了很多份 三十多份 我不知道有沒有 按個按鈕 他發的很容易 的確是 所以理論上是要不斷 要去看 如何整理 這位網友說 不要灰心 等一份 深水公 要有耐性 我都試過半年時間 等到現在的工 一做就十年了 放開心情 做些散工 不需要擔心 我現在的Youtube 還在營運 不過我自己覺得 有點古怪 難道你叫我們每個香港人 都要 十八般武衛 才能找到一份工 你想起來也覺得 有點不合理 什麼事 我們香港 需要十八般武衛 才能找到一份工 你想想的邏輯 這是文明 不是超文明 是不是要請外星人 你會想一個問題 其實 因為你怎麼再叫香港人來 如果你一個普通人 我記CV 然後又沒有工 一個普通的香港人 他們都可能會卻步 真實情況 我現在就是要 揭開這個真實情況 發生什麼事 我問題 香港問題 英國問題 CV問題 網站問題 在哪裡出錯 是完全是No idea 有些網友就說 不要做瘡 看其他人就知道 非常辛苦 做瘡 據說也是 因為可以揹到你 抽到你的手團 即是 他們很健碩 日年夜年 他們真的很健碩 每個美國隊長的身形 他們當然可以抽 他們不抽 不開心 所以有點不同 但我已經沒有介意 這些事情 即是 都不會說 哦 基本上有個機會 有些說 在Lis那邊 很容易找工作 不難 有些香港人是很容易 有些就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很兩極 自由無價 無論千萬不要回香港加油 說笑而已 回香港 不過 我沒有理由 告訴香港人 沒有事要做的 對不對 如果接下來香港人 他們會覺得 什麼事 會發生什麼事 我預告給他們 究竟中間 是有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 發了這麼少CV 你就這麼快下半段 剛剛才找 但是你感覺到不對勁 感覺到不對勁 幾十份都沒有聲音 香港都不是那麼誇張 那種感覺 最低工資 沒有東西 是不行的 有人請就喪造 做一天就一天的銀兩 多低賤的工都做過了 他就 賺吃而已 做到頂不順 休整一下再出擊 影保英國支持 辛全聰 OK 現在不是說 我嫌棄工賤 我賤工都寄了 我連清潔也寄了 是沒有消息的 清潔 要懂得開車 我看過有些工 外國 有人 refer 是容易被聘請的 還有盡可能用聲溝通 比用文字 求職成功率高一點 簡單來說 就是獲宴 另外這個網友 似乎是有些經驗的 看看他說什麼 如果你想用最快的時間去找工作 首先不要有這個心態 就是等工作 不是你找工作 而是工選擇你 Send CV 不是不做 不是現在 當你已經有份工作 可以邊做邊Send 效果會很明顯 首先你有一份工作 Send CV 是給一些有工作的人 再去寄工 說重點 因為本地 再加上外地的新移民 找工作急切 這樣 除非很有課 否則會助食生賓 你做的行動 是別人做的事 不要跟著做 別人不會去做的事 你要去做 就是相反理論 問題就是因為太多人走去寄 亦都是很多新移民來了 其實情況 就好像你當初入境 UK那時候 先駐Airbnb 再去租屋 之後買屋 你第一份工作 就要放下身段 做Sales Face to Face 面對面 直接對客 比較容易手拼 Sales的工作我都寄過 不過 再記多一點 沒有辦法 我現在都不知道怎麼入門 做門市和餐廳 大型連鎖店 最好是直接Block in 我不知道 因為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大型的店 有些人說可以 大型的店都可以 可以進去問一下 有機會請 有機會請 但有些人可能會直接說 你上我們的官方網站 看 我不清楚 當你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如果有新公司回覆 你CV 為何想做我們那份呢 應該怎麼回答他 因為我需要一份工作 如果他再問我 或介紹自己 你可以跟他說 我會用短時間去證明 和提高回報 這就是他 這位網友建議的答法 如果他考你的話 就要提高回報 很有信心的說 因為老闆 HR 他們喜歡聽到 是用最低成本 得到最大的回報 就是說 我能夠提高你的Profit 我可以做事很快的 但也可以提高你們公司的效率 Profit 幾乎是細信所有老闆的黃金定律 最後 重點是 所有找工作前 一定要有份工作 在做 不要再在CV 提到他是新移民 這個點 是加分沒有幫助的 意思是 公司是 告訴公司 我是新的 看著我 千萬不要 新移民就不需要提 希望很快 你的節目 找到好消息 找工作好消息 OK OK 再收拾一下 我也不知道 究竟要寫什麼 還有 他就說 找一些工作 是沒有招聘請人的 人家不知道 你的機會大很多 但有一個問題 找一些工作 沒有招聘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找 我理解的 就是你找一些很特殊的工作 就保證沒有香港和你爭 或者沒有新移民 不一定是香港人 例如水果批拔市場 農場 街市海鮮 可能要出海 因為有很多香港人 而英賣屋會裝修 他們都會續裝修 多謝網友的意見 你看到 開始出現了鬥志鬥力的情況 找工作而已 鬥志鬥力 即是 要想起稿 要準備好稿 甚至是 這位網友就說 順便說 找工作的網站 一定是最多人用的 最主要原因是 他們不用出錢 請人 當然 你付錢 他會把你的稿 擺得多眼一點 不過 幫不幫到手 真是看運 因為相對來說 現地也收到很多CV 即是競爭就大了 因為我在現地的技工 因為他現地真的很多 好像很合理的工 接著就是 就是因為太多 很合理的工 那些人衝進去 他可能本身 那份工是聘請一個人的 可能某大公司 他某間分店 只有一個空位 是吧 那 他已經收過百分之CV 萬成 什麼時候到來 我想就是這個問題 另外 可以選擇 就不要直接用Indeed的apply 他的界面好疾 作為HR 不想看他們的CV 如果不能選擇 一定要上載 PDF format的CV 那就 不要用他們的template 或者worked file 因為如果你的CV 是可以改的 Indeed 會避免你的email address BIG Recruiter 一定要經他的系統找你 相對失聯的機會 會大了 他就是說 他有兩個按鍵 就是Indeed裡面 可以用他 就是Indeed的pub-in 他自己的CV 和upload 他建議用upload 那我都會 試一試 因為CV暫時 都沒有想到 有什麼寫下去 都是寫一些簡單的 為什麼寫一些簡單的 因為 我也是找一份簡單的工作 是吧 就是一些很基層的工作 如果我寫到一首好字 那我就不用做基層了 我用這樣的邏輯去找工作 如果你想想 你既望各個香港人 各個英國人的一首好字 他做私人 各個沙士比亞 通界都是 所以我用最簡單的邏輯 但是竟然 咦 這麼奇怪 沒有啊 難道真的要沙士比亞上身 我希望 我能夠用一個基本邏輯 找到一個基本的基層的工作 我是一個這樣的想法 不過我也還在研究 當中的技巧 希望不要那麼複雜 因為如果複雜的話 你想想 接下來的香港人 他們就要很複雜才能找到工作 十八般沒有才能找到工作 對我們有些不正確 我覺得 不知道什麼事 我再了解一下市場環境 很多未知因素 大家密切留意 多謝收看 拜拜 拜拜 至少 事情 多謝 非常 非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